緊急補聽後的防衛貼紙 外交部官員小心翼翼 不敢讓人觸碰 是否容易私下 不得知 但花下的大錢 倒是很確定 總計五十萬本的護照 通通透過簽證材質的防衛 貼紙補救 一本成本三十元 總計花上一千六百五十換元 其中二十萬本 因為外交部已經驗收 經費全數吸收 其餘三三萬本由中央印製廠承擔 但通通都是全民買單 但僅僅透過六十名人力 數週趕工加貼 品質能保證嗎 民眾真能過海關嗎 是絕對不會影響這個護照的功能的 強調以通報各國 確保國人權益 但在第四頁 第五頁部分 不只有明顯貼紙痕跡 左側的杜勒斯依然保留 連結右側的陶機 帶有強烈的違和感 說好的撕不下呢 立馬又被立委打臉種種的 外交部的保證再度破功了嗎 但預計將有十萬本 將會在一月初 二月底發行 此期倒戒時 可別有亡羊捕牢 再捕牢 一場霧印風波 越捕越大洞